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6月21日 星期三 這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網絡熱話 首先跟進一下日前西環麥當勞斬人案件 有傳麥當勞推出收刀令 甚麼意思是收刀 麥克菲不再提供撤包服務 是怎樣的一回事 這樣做是否可以避免遲到案件和各位了解一下 另邊商也講講香港各大的最新消息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礦雀語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最新報道 西環麥當勞斬人案 麥當勞推出收刀令 麥克菲不再提供撤包服務 報導的流氓提到 西環山道麥當勞 禮拜日6月18日 一名男經理遭到下屬 用在附近的肉檔拿來的豬肉刀司集架 情況一度危態 為了減低風險 有指麥當勞隨即推出收刀令 收回那間麥克菲用於切割麵包的大型刀具 所以未能夠為食客切包 目前麥當勞 麥克菲仍然提供金屬的刀刀 刀刀和刀刀 近日本港屢次發生遲刀傷人案件 或涉及展示刀具案 西環山道麥當勞的一名38歲男經理 日前正被新入職的29歲男下屬 疑似因為工作表現問題起爭執 再被那個人斬 斬人案件發生不久 麥當勞推出新政策 有指已經收回麥克菲的大型刀具 以減低風險 記者今天到其中一間麥克菲 店員都說未能夠提供切包服務 麥克菲仍然有金屬的刀刀 刀叉 刀刀等提供 另外麥當勞近年響應環保 大部份的餐具已經由木製的餐具替代 包括超值早晨套餐 只有麥克菲仍然使用大型刀具來處理麵包 以及提供餐刀給顧客切割薄薄等等的食物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麥當勞推出收刀令 只是收自己麥克菲的刀 這樣的話 是否能夠減低風險呢 這次在西華麥當勞發生的斬人案 那個人是衝了出麥當勞外面 在隔壁的浴蕩找一把刀出來 再追斬那個男經理 究竟這個收刀令是怎樣的 記者去實測 發現真的有麥當勞的麥克菲 是不能夠提供切包服務 因為平時你可能在漢國一個包會幫你切開 現在沒有了 因為沒有了把刀 這樣是不是本末倒置 不得而知 問問各位網友 這是最新的消息 週朱近日 越來越多遲刀案件 麥當勞推出收刀令 對事有多大的幫助 大家不妨留個言 一起說說大家的意見 另外亦說說治安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比亞迪尖沙咀陳列室差點再被人淋油 兩名尼博爾籍男子斷政被捕 警方回應指疑似涉及個人財務糾紛 報道的內文看到 電動車生產商比亞迪 位於港九和新界一共四間陳列室與服務中心 早前被人淋紅油或撞雜 警方先後拘捕了8人 並已暫控5人 警方得色 有人計劃在今天6月21日凌晨 再次刑事毀壞比亞迪 位於尖沙咀的陳列室 於是展開埋伏的行動 最終拘捕了兩名 持身份證的尼博爾瑞男子 並在他們身上搜出大量的稽錢 追溯單張和黑色的油 經調查後 相信這次案件牽涉個人財務糾紛 與比亞迪並無關聯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大家知道 內地的電動車生產商比亞迪 近日多間陳列室被淋紅油 後來澄清說這跟比亞迪的車沒甚麼關係 可能是香港代理的關係 令變商繼續 擺明替你眼眉再來臨過 警方首先收到線報 預先埋伏捉到人 兩個尼博爾瑞的男子落網 身上有大量稽錢 追溯單張 有同友 但事件是否針對個人還是怎樣 不得而知 近日比亞迪已經接二連三遇到這樣的情況 另外亦講講這宗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長沙灣有個中年男人 是售賣13款沒有註冊的藥物被捕 包括止痛藥和鎮痛貼 報導的內文提到 衛生署今天6月21日 就涉嫌非法銷售和管有未經註冊藥劑藥物 講第一步的毒藥和抗生素採取行動 一名45歲的男子涉嫌非法售賣和管有未經註冊藥劑製品 和第一步的毒藥和抗生素被警方拘捕 衛生署根據情報 發現一間位於長沙灣的店舖 涉嫌售賣多種未經註冊藥劑製品 包括止痛藥 傷風咳嗽藥 指暈指藕藥和外用藥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這個男人涉嫌非法售賣一些未經註冊藥品 然後被捕 未知有沒有街坊曾經幫襯過 當中有些藥的確不適合買 並且有註冊程序但他沒有做到 事件在調查中 另外也說說這宗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將軍澳私家車撞七人車掛後翻側 兩名司機受傷送完 報導的內文看到了 將軍澳發生交通意外 在今天6月21日下午5時多 一輛藍色私家車沿著重華路行駛 到東港城對開時 同一輛黑色七人車發生相撞 藍色私家車疑似當時車速甚快 撞上七人車過後再橙上花槽 向左翻側 司機一度被困 救援人員到場時 司機已自行脫困 消息指兩名司機都報稱受傷 需要送院治理 另外也說說這宗怪物 根據HK01的報導 尖東有個的士司機 疑似刻意剪過雀 說拍攝到車鏡短片 車主目擊兩大可疑行為 直戚這個的士司機 擺明特意 報導的內文提到 有網友日前6月20日 在Facebook群組車鏡L 貼出一段15秒的車鏡片段 根據影片的位置 推測是尖東摩地道67號至70號之間 鄰近海景嘉福酒店 車鏡上的影片時間 是6月20日早上6點18分 影片顯示當時的紅綠燈轉綠燈的時間 說拍攝車鏡片段的車主 會否向前走 兩邊道路之上都有小鳥 甚至連馬路也有一隻雀鳥 這個時間 對面是一輛的士 從最右線切線到中線 期間不斷加速 意外剪過一隻雀鳥 可以看到雀鳥被剪過後 揚起了不少羽毛 據車鏡片段的車主所見 被剪過的雀鳥的羽翼已經截斷 地上亦有可見的血跡 一動不動躺在馬路之上 相信已經反雲罰術了 目擊一切事件 那個車鏡片段的車主就說 他根本就看到雀鳥至少三四秒 如果有駕開車都知道 你要轉線一定要留意路面情況 更加不可能看不到地上有雀鳥 你看得出它是有加速的 就說我在現場 看得出這些的士司機 有心轉線和加速 再瞄準雀鳥展過去 網友看完影片過後 大罵那個的士司機 心地差 就說人渣 刻意車過隻雀鳥 瘋了 另外也有網友說 其實很多司機遇到雀鳥 在地上都會收盲 也有人說 因果報警 他招軍體也相同 不敢說 不過也有網友 試圖為的士司機解釋 就說其實他們未必看到 你知道他們對眼 主要的用途就是看電話 即是那些放在駕駛盤上的電話 看有沒有order 有沒有生意等等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若然是熟實的話 這個的士司機心地真的很差 因為那時一早就以為沒有人知道 結果就被人見證到這一幕 故意加速一展過雀鳥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麼看 不妨留言說說這一則的網絡熱話 多謝各位 尤其是願意看廣告 來支持礦仔的旅遊機 這段時間繼續勤力拍片 和大家緊貼香港的各大時事消息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